你的蛋虾辣跟豆漿 謝謝 那最近疫情起起伏伏 其實很多人的心情也跟著上上下下 特別是比較緊繃、焦慮的情緒 導致我們的壓力日積越累 那很多人問我說 黃醫師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舒緩這樣緊繃的情緒呢 那其實多攝取一些快樂食物就可以囉 雞蛋其實是一個優質的蛋白質來源 裡面富含卵磷子以及酪胺酸 可以讓我們更專注 對抗壓力 以及可以增加我們神經傳導的功能 穩定我們的視率神經 豆漿裡面的酸胺酸 其實是我們人體的必需胺基酸之一 但是它無法從人體自行去製造 那多攝取的話 其實可以增加我們的血腥素 以及穩定緊張的情緒 那吃飯的過程中 其實不妨攝取一些適量的雞蛋 以及一些黃豆製品 像是豆腐、豆漿之類的 減少我們精緻食物的攝取 另外也可以多吃一些原始食物 不過不是單止圓圓的食物喔 是指一些像是未嫁工的食物 其實這些對於我們穩定情緒 其實都蠻有幫助的喔 那我就開動囉 э